大家好,又是薰薰衣 很高興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們今天想一起做的就是這一款手繩 我就叫它小玉點 大家說美不美呢? 我們現在一起開始,好嗎?Let's go! 我們今天預備的三種顏色 一樣預備三種顏色 就是一個試扣,這樣就可以開始了 我們先拿一個編織器出來 又是下橡筋的時候 又是V形 記住V形下橡筋 我們先下了這個V形 然後我們首先下了這一行 和這一行,都是下同的色 就是這樣 這兩行位都是下同一顏色 一路直去的 就是這樣 我們大家一起做,好嗎? 好了,我們下這兩行 到後尾,最尾尾這個 又是將它這樣 這樣V形 收回來的 好了,然後我們就會下中間這一行顏色 中間這一行顏色 我們就會下兩種顏色 我們就下一條 桃紅色 然後面上加一條紫色 大家看到嗎? 兩條的 這裡中間下兩條 就是這樣,順著這樣刺嘴 桃紅色 桃紅色 紫色 桃紅色 紫色 就是這樣 這個步驟一直到尾 這裡的 這裡同一條紫色 這裡落到尾尾 這裡都是這樣 兩個這樣 大家看到嗎? 這樣就下了些橡筋了 只是旁邊這兩行 是落同一種顏色 中間這一行 就落兩個顏色的橡筋 好,到尾尾尾 一樣要落一個Cat Band 就落我們這個 兩邊的顏色的 這個桃紅色 這個深組紅色 也是打個八字 套回到這裡 那整個Layout已經下了 就已經開始編織了 那我們大家一起做了 那又是將它調轉 然後呢 我們挑起Cat Band 那大家就會看到一條紫色的 是不是? 將一條紫色挑起 套回到圓位 接著 就看到一條桃紅色 又是先放回圓位 這個只是第一行這樣做的 跟著那些就不是這樣做的了 好,我們挑起這個 又是拿回這條 新組紅色 將它放回圓位 這個 這樣 好了 我們這個 這個步驟呢 就做了第一個 那跟著這些步驟呢 就是 我們一起來再組了 我們首先 在中間這一行出發 先做中間這一行 先做中間這一行 挑起 中間我們是兩隻色的 紫和圖孔 我們將 挑起第一隻顏色 拿了一個 紫色出來 先把它放在 紫色 我們把它放在 紫色 我們把它放在 紫色 左邊 中間的紫色 塗在左邊 中間這個 這個 塗紅色 放在 右邊 放在 明白嗎 大家 再試一次 我們先做中間這一行 把中間的 紫色 移出來 放在 左邊 即將中間第三格的 桃紅色 放在 左邊的第三格這個位 這樣會不會清楚些 好嗎 我們再做多一個 好 好了 我們再做多一個 中間這一格 的紫色 挑上來 放在 左手邊 又在中間 放在 右手邊 這樣 左手邊 我們全部 就挑一個 紫色 放在這裏 右手邊 就把 桃紅色 放在 這邊 好 希望大家可以 清楚看到 顏色 大家明白嗎 就是這樣 我們一路做到 尾格 到最尾格 下一個 橘色 和紅色 現在 我們是 偏繫了中間的 那一格 好 接著 我們 到兩行 兩邊 兩邊 很簡單 把它 好一個 這樣 挑起 所有的橙筋 只用最底的一条 只是这样做这个步骤 这边也是 就这样 一直编织整个编织器的橡筋 我们一起做 到最后这边 一样 编织最后这几个 然后将这边 放到中间 这个也是 倒到中间 这样就已经编织好了 然后我们拿回 这边 这边蓝色的 草红色 也是这样 开到这个位置 穿上所有橡筋 轻轻勾图橡筋上来 套上所有橡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就已经可以 拆起所有橡筋 已经是编织好 我们的小月点 就这样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拆起这个位置 扣到丝扣先 这样便方便些 好 就这样 就已经是编织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是一样 要加长一点 那又拿回 这个编织器 也是加几条 我们的圆色 旁边两行色的 组红色 长短也是可以自己 可以调校的 我们下了五个 将这个 套在这里 将它做成 水滴 这样 这个 只是加长条手绳 每一条 每一条手绳 我们都多数是这样做 然后又是将这个 拉回一格 过来 是 下个丝扣 我们可以拆下这些 拿回这个丝扣 看看套在这里 那就已经是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编织了出来的 看到三个颜色的 这个 另外一个 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些颜色 好了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小水滴的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下次见 拜拜